封禾 张队长 咱们等了五个多小时了 我怕孩子坚持不住了 这样吧 你去把 我把孩子带到前面的拐弯处 然后坐个车先回去 好 同历 别说话 远远地跟着我走 红灵 累了吧 不累 警察叔叔让我先带你回去 明天再来 不回去 红灵 你放心 找英子他们的事情 我们大人会再想办法 今天你妈妈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过两天啊 就接你回家去 回家 我不回去 为啥不回去啊 我是和英子他们一块来的 现在他们丢了 我不能一个人回去 红灵 你要听话 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英子和小庄他们 会不已经被卖掉了 不会的 相信老耿叔 一定会找到英子他们的 不要去找 我和英子他们是一起出来的 我不一个人回家 就算回家也要一起回 好孩子 互联系 你只会让你一起回家 你什么意思 是 哎小朋友你干什么呢你父母呢我看你在这待一天了走走走 我不走 怎么回事 哎哎走吧跟我走吧啊 走吧孩子 我不走 走走走走别动 我不走 你们干什么 老师干什么呀 放开我 听见没有 放开我 站住 干什么 老师 跟我们走 放开我 走 走 哎我吐呢 走不已 哎我抱他 在哪能有这个赔钱货 我 他是饿了吧 饿什么饿啊 哪有那么多钱给他买奶粉 儿子去 挂点水 给他喂喂水 将就将就 你涉嫌拐卖儿童 跟我们走 我 我的孩子 孩子 我终于叫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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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犯罪嫌疑人全料了 贝贝是他们在火车站抢来的 在此之后 他们还骗过五个河南孩子 哎呀 这五个孩子很可能就是我们哥的领的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那群孩子很聪明 已经逃跑了 孩子的下落 他们也不清楚 经过我们查实 他们说的是实话 哎呀 孩子从他们那儿逃跑了 哎呀 那到哪儿去了 老公同志 先不着急 我们会努力帮你找到他们的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来 就那儿就那儿 就那儿看见了吧 就你几个孩子 是 对 队长 队长 请请马上派人过来 我们这边有情况 我想想 快想想 快想想 小饼 快想想 走了 走 你看 有人盯着我们 啊 他们是谁 他们要干嘛 啊 反正是没啥好事 那该怎么办啊 还和上次一样 我说一二三 咱们就跑 快点快点 把东西都拿好了 二 快点 三 快跑 快点 快跑 小朋友 快追快追